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沐家蒙林笑顶 完成言很苦全面 还真呢 你说得很对 但是 明镜与 已经好了 好了 我们就走吧 我来推您过去 好 沈小姐 你怎么了 我手 休息 沈小姐的裙摆高中穿梁了 抱歉 穆先生 我太紧张 不小心踩了裙摆了 你是我沐家夫人 全城的夫人小姐都得向你滴眉 不必紧张 沈小姐 您手怎么红了 手上抹了新牌子的雪花糕 想来是过敏 霖蓉啊 去给太太取双蚕丝手套 是 刘明箱 刘明箱 烧掉整个村子 一个不留 赅 medical 井 לנו 没有人能阻止我向墓依勤报仇 訟识 而我 你真要回我的房间 和你有关系吗 你不在意和我的关系 为什么要翻手把我关在化妆间里 你不想吗 为什么不想 我可是沐先生名乱正娶的夫人 关你 只是怕你坏我好事 你知道我怎么过来的 我从阳房楼顶拔出来 险些踩功摔断腿 好不容易进了大天 看见你挽着我哥 你如愿嫁子 现在倒犹豫了 如果我哥不明白 不如让我来 我保证让嫂子 疯子 罔顾人伦 人伦 真是可笑 真以为顶着木夫人的名头 就能当我嫂子了 你配吗 在我眼里 你只是一个人尽可负的 娘子 树子 你在说什么 跪下 给你嫂子道歉 跪不跪 我只认你的王妻 那个拉扯我长大的可怜女人 才是我唐嫂 混账 她骨头硬跪不下去 你们去 帮她跪 是 她居然真的怕罗摔了腿 先生别气 兄弟哪能动真格 你们退下 让林霄认个错就好了 你就在这儿跪一夜 给明依认错 我送先生回去 戒人 谁 二爷 老爷吩咐给您送些智商的药 滚 兄长怎么知道我受伤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放手 放 林霄你发什么疯了 放手 我去看看 你发什么疯 要是被人看到了 我们都得死 死 就这样一起死了 那你就这样 你想死 别带上我 你这个疯子 我疯 也是拜你所赐 滚 滚 谁给你的胆子敢这样跟我说话 敢来送药 不敢来见我 白天 你也是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像是我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 你才是那个背叛车 你才是那个背叛车 没想到堂堂木二爷会这么传奇 你什么意思 我说当年的事我只是玩玩 你只是我嫁给你哥的一颗垫脚石 听明白吗 你这个贱人 我看见沈明仪在你房间里 放手 我去看看 林秘书 你在胡说什么 人呢 二爷 我是不是胡说 检查一下屋子不就知道 你算什么东西 我的屋子 你想看就看 先生 我绝对没有看错 就是沈明依 他肯定还在这屋子里藏着 去搜 林秘书 你敢给我扣这样的帽子 我终于先生 看见了就不能迟迟不离 哪天万一传出去 先生的面子我哪个 去搜 兄长 这么荒唐的话你也信 荒不荒唐 总我才知道 二爷 麻烦让让 不可能的 这么短的时间 转到藏在哪儿 说 你和 二爷 你就认了吗 不对 他们为什么一起当中状况 林荣汉满脸破气 他们根本不发现 我和他 根本不认识 你干的好事 先生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跑了 我明明 闭嘴 林秘书 是谁派你来挑拨我和兄长关系的 不是的先生 我真的看见 我真的看见 陈荣汉和二爷拉拉扯扯 林秘书 是我平常太给你脸了 再造谣 我弄死你 好了 都给我闭嘴 我的腿 还需要一张明仪治疗 今天的事 谁也别传出去 尤其是明仪那边 是 这仅仅 霸诈的目搜之备 今天还让我们成功能看 从有一天 也会落在我手里 还不走 先生你看 这药 我只在沈明仪那边见过 你扣帽子上瘾是吧 想死之说 成全 我看谁敢 你个混账 这药 只有沈明仪的医院有 沐先生 原来您在这儿啊 我刚才去您房间找您 您不在 沈明仪 这药是你的吧 扫扫深夜送药 在小叔子房间苟且 林秘书 你在胡说什么 你是莱安医院的医生 这药不是你的 还能是谁的 我是医生 开出去的药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家里有我们医院的药很奇怪吗 别想狡辩 你就是想趁送药勾引二爷 我没有 这药是我自己从药箱里吃的 你这个疯女人究竟在胡扯些什么 这种秘密审 够了 闭嘴 沐先生 我推您回去吧 治疗时间到了 什么狗屁医生 治个病还得挑地方 你这混账 说的什么鬼话 先生你看 沈明仪邪上有白灰 他刚才是翻窗逃走的 林秘书 我是得罪过你吗 怎么斜蹭快灰 都能攀咬我和木二爷有染呢 是不是攀咬 查一下窗户 有没有脚印我就知道 先生以为如何 先生 您不信我 如果检查出来没有脚印 我定会让林荣给你赔罪 我还以为您多宝贝沈医生呢 没想到随便一挑拨 您就起了意 我自然不信 香肠 只是为了给你们一个清白 来人 都看仔细点 看看窗外有没有嫌疑 这 你看他干什么 走 是 穆先生 不管您如何怀疑我 这治疗我们还是要做的 一天都不能辣 就在这里治疗 报告 窗台周围无明显脚印 窗台下面呢 爬下去看看呢 林秘书 谁在外头不小心踢一脚 都能干扰我 你对我到底有什么误会 这样害我 在话上说 快去 如果今天没查出什么 林秘书的命 是否交由我处置 二爷 我只想你和先生早日认清这女人的真面目 不要被他玩弄 真面目 我看你是早有一心 敢在我哥的好日子 攀摇我和沈医生 你真要袒护着你的胡说八道 在我眼皮子底下 谁敢弄虚作假 莫言心 我本想多留你几日万无一尸再下手 可你尚赶着找死 我永不进 你怎么了 兄长真是贵人多二十 蓝城商会暴动 如果不是我连夜带人镇压 您还能在这安稳坐着乱抓紧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 来勾三打死 不知廉耻 混账 你在胡说什么 我胡说 你都能胡作我勾搭你小老婆 我还不能说点真话 当年我唐嫂怎么死的 你不记得了 雷雨天 怀着身子 看着你和大上海头牌勾搭 一尸两命 今天你娶了小老婆 看我这个糟糠之气 收养拉扯他的堂弟不顺眼 要杀了我是吗 那就来啊 搞这么多屁事做什么 住口 你这 穆二爷 你也少说点吧 有没有脚印 下雨了 我不知道应该有 还是没有 林秘书 你今晚这样做 是想让我和穆二爷 死在穆先生手下 才罢休是吗 穆先生 您不如直接杀了我吧 你无子 穆二爷是您指定的继承人 若是杀了 那些虎视眈眈的穆家旁之 便更加没了忌惮 我不是这个意思 走 明秘书你给他看看腿 走 我刚才为了帮你伤腿往柱子上又撞了一下 万一残废了怎么办 那就坐轮椅 沈医生 好狠的心 你嫁进穆家 是不是有什么 穆二爷自己注意点伤势 不要让穆先生难做 他心里比谁都紧张二爷 别加清醒了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感激你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感激你 高看你一眼 陪我玩场游戏吧 陪我玩场游戏吧 发明又玩消风还没够吗 不答应 就这么怕呀 疯子 先生 您还没回去休息吗 又干什么 离荣 还不给明依道歉 对不起 沈小姐 今晚是我误会了 林秘书 我既已嫁给穆先生 你当遵我一生 穆太太 是 太太 我接受你的道歉 林秘书 我初来乍到 如果有得罪到你的地方 你一定要和我说 没有 太太多虑了 要不是看在你服侍兄长多年 我早一脚踹死你 对不起二爷 是我夜黑看错了 那我也夜黑手滑 不小心 一刀戳在林秘书的身上 够了 此事到此为止 你滚出去 先生 我送您回房治疗 一颗圣手 我看也不过如此 看看你这魔药技术那么难看 我说沈医生 您不会是骗子吧 混账 你在跟我说什么 先生别动怒 这样对身体恢复不好 林秘书 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无法接受我 我能理解 但是别再质疑我对穆先生的感情 我爱穆先生 我相信穆先生也一样 真是笑话 明依 我们走 明依啊 委屈你了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 林秘书会接受我这个嫂嫂 穆先生多吃点肉 你的腿 有没有好一下 管好你自己的腿吧 养好你的腿 我穆家可不需要一个瘸腿的而已 我知道你不缺接班人 姨娘一个接一个娶进来 明年就能抱大胖小子 林肖 你兄长是在关心你 别给我端出长辈的姿态 我看了个恶心 不管你多不喜欢我这个草嫂 我都不介意 但是穆先生很在意你 你不能这样伤他的心 你装够了吗 我和我哥说话 你插什么嘴 混账 这个家没人对不起你 没人对不起我 你决定 唐嫂死了那么多年 你忏悔过吗 现在更是娶了一个能当你女儿的人 回来 给我爱一言 混账东西 你再说一句试试 林肖 你就少说一句吧 沈医生 我说一句你就要劝一句 你这装模作样的姿态 如火神清啊 闭嘴 闭嘴 我说的不对吗 嫂 嫂 我只要一天是你的长嫂 就会规劝你 什么是该做 什么不该 沈医生年纪不大 却当别人的长嫂 这个特殊体验的 最重要是你 跟上一个东西 混账东西 给我滚出去 家门不幸 我们以前你怎么就选了这样的混账做继承人 二爷年少气盛 认不清一些事很正常 总有一天 他会明白您对他的苦心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想看 你怎么办 在我身上 你怎么办 我只想好好好 在我身上 你怎么办 咱们 虾 神秘 神秘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怎么停下了 先生 之前您吩咐我准备的新婚礼物 还没送给太太呢 礼物在哪 好 推我回去 你能不能轻一点 我已经很轻了 先生 这好像是二爷的声音 二爷和太太在屋里做什么呢 先生你看 神秘鞋上轮 他刚才是翻窗逃走的 下雨了 我不知道应该有 还是没有 兄长 您还没走 穆先生是有什么东西没拿吗 这样是在做什么 先生 二爷体恤属下 特待属下来找太太 治疗手臂上多年的旧伤 二爷是要换药 别装了 自己人 等会儿有一场戏要演 戏 二爷 属下先出去了 看你这架势 又来出现 看你这架势 又来出现 穆先生 您还是不信我 臭小子 你胡说什么 我只是想把新婚礼物给你 想给你个惊喜 礼物 真当自己遇到真爱了 打开看看 谢谢先生厚爱 怎么 不喜欢 喜欢的 只是我是医生 手上戴不了饰品 还是这么大一个金手串 寻常时候也戴不出去吧 都怪我 下次我亲自陪你去挑 你不上班了吗 那几个老头都等着你 那个数字 还教训起你大哥来了 谁管你 先生 太太他勾引二爷 我看见太太 故意往二爷身上摔 二爷拒绝了好几次 我看见太太 故意往二爷身上摔 二爷拒绝了好几次 今天早上 太太又教我给二爷递信 小翠 你在胡说什么 没完没了了是吗 是不是我只要和你小老婆 待在一个空间 就会被扣帽子 小翠 饭可以乱吃 但是 话不能乱说 小翠承蒙先生恩泽 在府中多年 实在看不得 太太将您和二爷玩弄于鼓掌 日后兄弟生嫌隙 太太 胃口也太大了 先生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能做出 这样有被人伦的事 我没有 你有 我还看见你抱着二爷 脱他衣裳 太有趣了 我是失忆了 怎么你这小见识说的事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二爷 你莫要替太太开脱 有没有私情 您心理清楚 先生 我有太太勾引二爷的证据 什么证据 穆先生 这都是小翠无中生有 为什么小翠不造谣我和二爷油然 非要造谣你 先生 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 林秘书 别太过分 二爷 您已经被蒙骗多时 该醒醒了 小翠 证据在哪儿 来人 把人见人 说 是谁指使你盘污太太的 先生我没有 哭个屁 被诬陷和我有一腿 让嫂嫂你这么委屈 臭小子 你胡说什么呢 你还有没有点诚实 说的什么蠢话 是谁喘 一而再再而三的停息这些 您不嫌丢人 我还觉得丢人呢 叔子 先生摸弃坏身子 说 到底是谁指使你盘污太太的 你父母在我手上 照我说的做 他们就能抗命 先生 我没有盘污 就是太太 写了这信 叫我放在二爷房间 引他过去的 把他给我拖出去 天井 先生饶命啊 先生饶命 林秘书 你是不是很好奇 先生为什么 太太你问我做什么 我刚才 也只是被那丫头骗了 先生 既然处决了那丫头 却是信任太太的 林秘书 我知你服侍先生多年 对我的出现颇有为辞 但是寻常小打小闹便罢了 今日这样荒唐的事 还是莫要再做了 太太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林秘书对我还是不够了解 但是先生是知道的 我是左撇子 断然写不出右撇子 才能写出来的字迹 没错 明秘书的自己有着很强的个人风格 更倾向西洋人鞋子 这张纸条是伪造的 贱人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二爷饶命 先生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林秘书 收起你的刀 兄长 这一看就是林荣这建设的局 要挑拨离间 您不让我杀 今天的事 只是那个丫鬟被主 先生说的是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走 先生 看在你服侍我多年的份上 这次就算了 如果再被我知道你搞这些手段 我一定亲手杀了你 先生 我没有 闭嘴 我知道你想做穆家太太 才迁怒明依 因为是她抢了你的位置 先生 我是嫉妒太太 可那是因为我爱你 她是今日之事 我真的没做 林荣 我会给你个姨娘的位置 但是穆太太之位 你就别妄想了 明依国外顶尖大学毕业 这样的身份 才配得上我穆怡琴 我很爱她 明白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车祸不拒 需要什么一案终止的 你只是看上她的衣术 二爷 小翠被填了酒 我出去了 你又要做什么 你就那么爱我哥 为她伤心流泪 怎么不见你对我这样在乎 你够了没有 过河拆桥就是你的本性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 麻烦你从我的房间出去 这里没人了 你在捉什么 出去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 如果不是我察觉凌蓉的诡计 了解你的自己 如果我没有过来演这场戏 你能这么快拔掉凌蓉 安插在你身边的眼线 是我让你转位为安 你不敢信我 还赶我走 沈医生 这就是你对待恩人的态度 沐凌霄 是你不断越界 才让凌蓉误会 如果你能约束自己 别再无端纠缠 我们都会过得很好 无端纠缠 是你先利用我的感情 攀上我哥的 你自己说的话 你不记得了 是谁先开始这一切的 你既然知道 还屡屡越界纠缠 你犯贱吗 沈秘仪 你这个贱人 不要脸的贱人 我们出去 要发兵到别处 我的房 只有你能治 别再靠近 我看了你就恶心 别再靠近 我看了你就恶心 沈秘仪 我很好奇 你这张说过爱我一辈子 热烈吻过我的嘴 为何如今只会冷冰冰地伤害我 伤我的心 能让你得到快乐吗 沈灵霄 没人想伤你的心 是你自己困在过去 从你决绝抛弃我那天 我就出不来了 既然我们要纠缠一辈子 那就一女是二夫 如何 疯子 你疯了 我就是要在你身上发疯 你能不能清醒点 我现在是你名义上的唐嫂 闭嘴 你这个贱人 装我嫂子上瘾了是吧 是不是还想给我哥 生儿子拱过地位 既然你这么想 不如我来帮你 借你几个肘 沐灵香 别再纠缠我 破坏我的幸福 不然 你的身手 是你逼我的 活该 自从遇到你 我身上总是在受伤 你说 你难道不该对我好一些吗 滚出去 你以前从来没有表现过你会舞 一直隐藏实力 是为什么 会我有什么奇怪 你嫁入木家 到底是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 木家是蓝城第一豪门 木先生威名赫赫 跟着他 荣华富贵享用不尽 拥有的权力地位 能让所有人像我低眉 我竟不知 你竟如此爱慕虚荣 这怎么能让你早早知道呢 若是早早叫你知道 我还怎么利用你当我的踏判 这人 你现在是毫无负罪感了是吧 负罪感 那是什么东西 你咬我 你自找的 你在我身上留下痕迹了 如果这个印记让我哥看见 你还能做好你的穆太太 想荣华富贵吗 穆林霄 你能不能正常点 风也要有个限度 你还会关心我 疯不疯吗 我只是要你对我不要 现在这样对我好一些 你都不肯 也没有我们曾经那么相爱 穆林霄 你是穆家二爷 蓝城多的是明媛贵女 供你挑选 别做出这副不值钱的样子 纠缠自己的糖嫂 我说了 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我也没有爱过你 贱人 你以为你是什么香伯伯吗 你在我哥那里 就和大上海那些女人 没有区别 你只不过是手段 高明鞋成功嫁了进来 你以为你能先先多久 我不在乎穆先生 把我当成什么 你就这么爱他 对不起 我有不得不报的仇 我们之间绝无可能 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让你死心 你说话 你真的那么讨厌我 是 我非常讨厌你 别再来烦我 我穆林霄 居然爱过你这样的女人 真是可笑至极 出去 这是我们当年一起 做一公式派的合照 你怎么会有我们的照片 你现在应该关心 我会把这张照片给谁 原来你这么害怕 我们的关系 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只要我不承认 谁又能证明 照片里的人是我 天下相似之人何其多 这样的解释 你自己信吗 你想怎么样 既然你把我当跳板 那我岂能让你如愿 仅凭一张照片 穆先生是不会相信的 如果是一群人都见过 这张照片 我把照片给报社 很快 穆先生新婚妻子 竟是弟弟前女友 这样的消息 就会传遍街头巷尾 成为百姓 茶余饭后的谈资 到时候 兄长究竟是会 顾及他的面子呢 还是相信你对他的忠诚 人言可畏啊 我亲爱的 嫂嫂 堂堂木二爷 会做出这种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蠢势 你都说我是疯子 我怕什么呢 你若是这样做 你和穆先生的兄弟感情 就会受到伤害 你还是关心你自己吧 他到时候是会遇到杀了我 还是把你赶出家门 你应该很清楚才对 那我就 放开 沈医生 我们不妨走着瞧 你到底想怎么样 直说 陪我玩一场游戏 游戏结束那天 我们之间的恩怨 什么游戏 很简单的一个游戏 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 勾引游戏 什么意思 游戏规则是 只要是我和我哥 同时在场的时候 你就要当着我哥的面 勾引我 你果然疯了 所以你玩不玩呢 你觉得我像是疯了的人吗 二言 和记者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你约记者做什么 你说呢 我答应你 我陪你玩 记得游戏规则 别让我 难做 你小心 亡火自焚 你去哪儿啊 上班 沈明仪 既然你选择背叛 就要承担后果 沐一星没有怀疑你吧 本来没有怀疑 出了点意外 他那个秘书 看到沐凌霄纠缠我 明依 我们这样的人 注定要在黑夜独行 光明不属于我们 我从没忘记我们身上肩负着什么 谁都不能妨碍我 明依回来了 今天怎么这么晚 今天医院很忙 有一台手术晚了点 你们吃饭了吗 没有 大忙人沈医生都还没回家 我们岂敢开饭 怪我 没有给家里来个电话 让你们先吃 糖 今天辛苦了 这破包看起来 配不上你穆太太的身份 就让弟弟替您丢了吧 林霄 你是想气死我吗你 怎么了 不就是个破包 这怎么能配得上沈医生的身份 兄长也真是 怎么不给买个香金带钻的呢 我觉得沈医生 应该更喜欢这样 买什么铜臭的东西才得用 林霄 你这样是否太不尊重人了 别介意啊 我只是和嫂子玩一个游戏而已 混账东西 快给明依道歉 先生 不碍事的 我不会放在心上 我沐依勤的妻子 岂能任人欺负 妻子 真是笑话 真当成个香伯伯了 二爷 先生 别吵了 太太夹在中间 会很为难 装 天 我看你们能装到今时 去 给我把包捡回来 不然 不然蓝城洋行的股份 你一个字都别吓得到 为表歉意 我勉为其难替兄长给你定制个金包如何 庸俗的品味 才配沈医生 不想我哄你出去就给我闭嘴 好 我闭嘴 我只是和嫂子玩了一个无聊的游戏而已 林香 你身为沐家二爷 不是小孩子了 无聊的游戏 还是少玩些 好的 我不玩 不过 这游戏嘛 就得看别人玩 才有趣 你脸上有虫子 你打我 林香 你千万别多想 我是看你脸上 趴着一个小虫子 你看 这东西可毒了 得咬一口 就会肿成猪头 原来是虫子 看来得让下人们整顿内务 太太对二爷可真关心 这么小的一个虫子 他多能发现 你完全可以提醒我 不行呀 这虫子牙尖嘴利 我怕他咬上一口就跑了 所以只能先动手 把虫子赶跑 堂堂木甲二爷 被一个虫子爬了脸 不像话 不是兄者挨他 你当然说风链话 那虫子要是爬我脸上 我挨一巴掌 我也乐意 先生 你们两个够了没 沈明仪 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这可真是冤枉我了 虫子都在这儿了 林霄难道要因为这样的事 和嫂嫂生气 你刚没打招呼就和嫂嫂玩无聊游戏 对我王岐感情很深 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你 多担待 先生 我还是去给林霄煮个鸡蛋吧 我刚才下手有点重了 让下人去准备吧 我去分布 沈明仪 你敢不遵守游戏规则 二爷 下来 林霄 你还好吗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呢 我脸色难看是拜谁所赐 明仪 别理他 都怪我 你还疼不疼 你真的关心我疼不疼 那你自己挨一巴掌试试 然后我再回答你疼不疼 如何 庄模作样 明仪啊 吃饭 谢谢沐先生 银也多吃点 对恢复好 这菜就摆在面前 你们还夹来夹去 真当别人不会吐是吧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少说两句 二爷 先生和太太恩爱做小辈的应该祝福 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来 多吃点 少生气 来人 给二爷再拿双块 这汤啊 是我特意抓了药材 吩咐熬下去 现在的温度刚刚好 你们兄弟俩都要多喝 装模作样 太太 您吩咐煮的鸡蛋好了 给二爷把脸敷一下 是 先生 还是我来吧 你干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去把衣服换了 你故意的吧 鸡蛋太烫手了 就没拿住 真是抱歉 你给我等着 先生 都怪我 好心办坏事 那小子活该 我不想和林霄关系那么僵 所以才想着缓解 我看不尽然 您今天整了二爷两次 若换成其他人 早被他拖出去舔井了 您秘书想说什么 我只是觉得 这样心软的二爷 从未见过 若只因嫂嫂无心之过 便草菅人命 罔顾亲情 和暴徒又有何区别 林秘书 你对二爷 是否有什么偏见啊 我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摸一琴的继承人 除了我 谁敢对他不敬 先生 是我食言 林秘书 我们可以一起服侍先生 你不用老实 把我当成对手 太太说的事 是我狭隘了 还是明依懂事 先生 我还是拿点烫伤的药 去看看林霄吧 虽说那汤是温的 可 我还是有点担心 那小子牙尖嘴利的 我不想你去受委屈 我把管家一起喊去 先生不必担心 好 看见了吗 明依啊 还是会介意林霄对她态度恶劣 先生 何出此言啊 您不也相信 太太是无心之事 明依性子虽软 但也不是委屈求全之人 她聪明 出手高明 不至于让林霄难堪 也让我难做 小小惩治一番 有何妨 还是先生看得透 是我目光短浅了 我沐以琴的妻子 优秀聪慧 待人出事 进退有度 你这方面 真的要好好学习啊 先生提点的是 荣儿受教了 明依今天故意整治林霄 也说明了一件事 什么呢 他们彼此讨厌 又何来见起 先生说的是 照片呢 林霄 你在找什么 是掉了什么东西吗 沈明依 你果然不简单 林霄 你在说什么 明依啊 先生 这治疗时间长 是否先让林秘书 回房休息 我来伺候 你上雷天班 晚上要替我治疗 哪里舍得你来伺候我 谢谢先生体恤 那就麻烦林秘书辛苦再次等候了 这是我分内之事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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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起来试试 我说明依 我来伺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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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成功了 是我 就你这点力气想伤我 看来我得换八锁 你不如 把窗也封上 出去 沈医生 你就不能换个词吗 出去 滚 疯子 这几个词翻来覆去 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滚出去 你这么戒备我靠近你 是害怕 会再度爱上我吗 你怎么不说我是讨厌你呢 沐林乡 别太自以为是了 你今天搞了这么多事 就是为了偷走照片 是啊 拿出来 去下水道找找吧 但是 意义不大 因为已经烧成灰了 沈民义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 我卑鄙无耻 是谁 更卑鄙无耻用招 贱人 你难道才发现我人品低劣啊 我劝你别再用充满爱恨的眼神看我 别再想着玩什么报复游戏 我也不会接招 我们之间 要么是书嫂 要么是陌生人 懂了吗 出去 你看 我这里被汤见到 都红了 受伤就去医院 可是家里有医生 我为什么要去医院 你不帮我看看吗 我的工作地点在医院 现在是下班时间 你要我看着 就得自己明天去医院排号 现在 可以出去了吗 沈医生 这就是你做人的准则吗 我都要痛死了 你还见死不救 痛死你最好 这样就没人来纠缠我 当初我唐嫂去世 我无法言论兄长的行为 和他怒气 身无分文去了国外 我们在最清贫时相爱 你曾说 你想要保力排的兄贞 然后刻上我们俩的名字 代表可以在一起一辈子 那时我便答应过 一定会赚钱给你买 时隔多年 晚了些 你收下好吗 宝利排 一个不入流的杂牌 一毛钱都不值 你是有什么误解 要我放弃沐先生送的黄金 选择你的破胸针 沈明仪 你这个贱人 要荣华富贵是吧 我偏不让你如愿 你干什么放开 当然是去和兄长谈牌 说我看上你了 我要和他共享嫂子 怎么样 刺激吧 疯子 你想死别拖下我 拖上你 明仪 先生 您可以走路了 是啊 我的腿啊 很久没有疼痛的感觉了 怎么 让你来看看 先生恢复神速 实在是神奇 这都是明仪 你的功劳啊 明仪不敢聚功 你真是我的好妻子 你想要什么 尽管提 我把最好的东西 都给你买来 只要能在先生身边 得您庇佣 便是我最想要的 什么声音 什么 沐先生您听见什么了 你没听到吗 什么 沐先生别下名义 你衣柜门没关 衣柜门没关 先生 小心些 你这是要出门吗 是的 先生 我刚好在拿外套 打算出去看星星 看星星 看星星好啊 走 我陪你一起去 我拿个外套 给我老实点 不准去 不然我就 走吧 那是什么东西 掉这儿来了 我刚才还一直找 你这是准备要带啊 医院给我安排了一个采访工作 所以想找个首饰带一下 看都坏了 这样 我让林荣把首饰送来 你想带哪个都成 这个人就丢了 还是先生疼名义 反正那也是递他货 不要也罢 自然 我摸以前的棋子 整个蓝城的好东西 都是你的 走 让维夫陪娘子关心 走 你好顾记者 你好 沈医生 久等了 他们在说什么 男的是蓝城第一报社的记者 应该是在做采访 采访 采访就采访 说什么这么高兴 这个男的一看就是个花花肠子 沈医生 你看看我记录的内容是否一致 记录正确 谢谢顾记者 那好 那我们有言再会 嗯 好 走 林仪 你没 你 你干的 哎 你居然放倒了专业杀手 一生都这么能打 穆林霄 你够了没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踪我 太太 二爷是担心你 我不信任你的关心 别来烦我 你先回去 把后面的尾巴断干净 是 是 你和那个男的说什么了 想那么开心 关你什么事 你背着我哥 勾引其他男人 你说关不关我事 不该 你好狠的心啊 放开 不然下一脚就是断腿 你听 我要是闪了我就是狗 你知道我厌烦你什么吗 什么 不论我和谁见面都是我的自由 我光明正大 就是穆先生来了 也不会去误会一个医生和记者见面 是在偷情 只有你 满脑子情爱 有这纠缠的时间 不如先把股份争到手 等你继承家业 我或许会高看你一眼 现在你不过是羽翼未封的狼崽子 我真的 看不上你 你看不上我 没错 我看不上你 可看不起你 木铃笑 你就是个笑话 会不会微笑流流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我却光 我却光 你有没有爱过我 没有 我浪漫风月 可 曾经万千 不愿意一眼 你这样的女人 不配得到我的真心 别爱自不同世界 我们啊 天涯不相见 你总是 你在沐家是捅了马蜂窝吗 这么多人跟踪你 是沐依琴那个秘书 要我暗中处理掉吗 现在不行 沐依琴很信任玲珑 我和她的恩怨刚起 她这个时候死 未免横生枝节 沐依琴这样的人 还会有新人的人 她这种恶贯满盈的绝户 年轻时 权力财富都有了 老了就开始害怕身边没有知心人 人人分了她十多年 她看不上她的貌弱无言 却满意她的忠诚 什么时候能动手 我住手安排后面的事 沐依琴多疑 戒备心很强 我每次治疗她都让玲珑在场 我找不到机会 找不到机会 就创造机会 我明白